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5月8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港湾播报 我是Cherry 阿尔伯塔省的爱德蒙顿一名华裔的女医生 被指控在可追溯至2013年的欺诈活动 向阿尔伯塔省政府开出了350万至410万元的高额账单 于禁止被警方逮捕 爱德蒙顿警署EPS于昨天中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现年33岁的医生石某于4月23日被捕 石某被指控犯有一项全球欺诈盗窃超过5000元的罪名 警方指这种欺诈账单可以追溯到2013年 目前依然在继续调查中 阿尔伯塔省司法部于今年4月份要求EPS经济犯罪部门 协助阿尔伯塔省卫生调查局实施逮捕 据称33岁的石某自2013年以来 以欺诈手段向阿尔伯塔省政府收取了350万到410万家元的服务费 阿尔伯塔省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学院CPSA称 石某在被捕后已同意退出职业 石某在阿尔伯塔省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学院CPSA网站上 被列为家庭医生从业人员 该网站指他并不活跃 不接受新的患者 CPSA网站表示 该医生过去没有受到任何纪律处分 石某于2010年完成本科训练 并于2013年7月加入该大学总注册 根据加拿大医学美学协会网站上石某的简介 称于2013年获得阿尔伯塔大学医学学位以来 对美容医学和美容注射一直特别感兴趣 个人资料称他参加各种课程并向同龄人学习 个人简介表示擅长定制最适合患者的美容疗法 因于时间喜欢和年轻人一起探索世界 阿尔伯塔卫生局发言人佐伊·库博周五在声明中表示 由于案件交由法庭审理 不会对这个案子发表评论 阿尔伯塔省卫生局定期进行审查和审计 以确保医生的账单正确无误 合规性审查可能受到许多诸多因素的推动 包括投诉、风险评估和数据分析 在不正确的计费、超额支付或欺诈的情况下 阿尔伯塔省卫生局会追回款项 当怀疑有非法或犯罪活动时 阿尔伯塔省卫生部将和省服务部的卫生调查部合作 并通知CPSA 好不容易读完医科 这下大好的前程就都没了 我们的新频道时光故事第16期节目刚刚已经播出了 这一期我们说的是隐藏在清明上河图的惊人秘密 画中的814个人物都是有名有姓 当初还有一个外卖小哥 视频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去观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和分享我们的频道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本期播报的第二条新闻 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悄悄放宽了新冠疫苗接种归线 餐饮业从业员据悉可以优先接种疫苗 消息传出后 卫生局下辖的温哥华与列治文的华人餐厅四处打听消息 个别人上网数小时 但是却没有找到登记渠道 其后有人直接收到了卫生局的通知 可以安排员工接种 华人餐馆经营者纷纷希望业界全员接种 可以重开唐食 虽然业内传出消息 但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昨日回答媒体查询时 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 只是笼统地说 目前年纪在18岁以上的前线工人 包括急救人员 K12年级教育人员 育儿人员和杂货店工人 大多数都已被邀请接种了第一剂疫苗 卫生局正在扩大优先接种的范围 含阔了餐厅等企业 范围之内的工作场所将直接收到通知 包括登记与预约的方法 可转交给符合资格的员工 列治文幸运海轩酒楼的李经理收访时表示 昨日上午已收到卫生部门的通知 认为能优先接种疫苗是好消息 为酒楼内许多职员早在收到通知前 也已自行预约登记接种 李经理说 会全力支持与配合政府的政策 也希望在全民接种疫苗后 能尽快开放唐食挽救生意 在禁止唐食之后 酒楼只做外卖生意 我们只维持两成的生意额 相信大家都希望在接种疫苗后 可尽快重开唐食 也希望民众在这艰难时间 能多多地支持本地餐厅 温哥华新城秉加餐室的经营者 Susanna则说 她早上从媒体处听到消息 立刻上网到卫生局的网站 以及打电话查探情况 但从早上6点弄到9点 一直未能确切消息是否属实 让她非常焦急 其后到了下午1点半左右 突然收到沿岸卫生局的来电 给了她一个code 让其员工上网登记 索取验证码 然后就接种疫苗的时间地点 做出预约 消息让她大喜过望 一时之间放下心头大石 她解释说 新城两家店铺的30多名员工 有三分之一到一半 已经通过其他渠道接种了疫苗 但还有十多人尚未接种 一直让她难以安心 其实在周二 Chinatown附近的 士达孔拿社区中心 曾经设立了一个临时接种站 Susanna还以为可以被员工接种 后来发现 原来只接受50岁以上人士登记 让她颇感失望 想不到昨天终于收到了好消息 Susanna希望 尽快让所有餐饮业的从业人员 完成疫苗接种 届时就可以让餐馆重新开放堂食 由于印度疫情急剧恶化 加拿大已经于近日宣布 暂停印度往来航班 至少到5月21号 不过一个滞留在印度的 加拿大卡尔加里家庭则抱怨 被加拿大政府给抛弃了 家住卡尔加里的印翼 阿努拉格夏尔玛 于3月初先回到北部城市 坎普尔参加母亲的葬礼 之后不久 妻女也回到坎普尔 根据Daily Have的报道 4月22日已经有消息传出 由于新变异引起当地新冠感染激增 加拿大可能禁止 从印度和巴基斯坦起飞的航班 之后 这家人原定于5月2日 飞往卡尔加里的航班被取消了 他们又预定了5月5日 第二条穿越美国曲线 飞回加拿大的航班 很快 美国政府于5月4日开始 禁止从印度迪美航班 也禁止非公民或永久居民登记 这家人还想寻求 通过欧洲或中东城市的中壮韩班 但许多城市和地区已经实施了 禁止来自印度入境者的临时禁令 男主人57岁的夏尔满还称 妻子是小时工 而他们在印度停留的时间越长 没有薪水收入的时间就越长 而且还会面临失去工作 或完全失去工作的风险 而女儿也应该在这个月开始 夏季工作可能会错过开工日期 男主人还声称自己 还要在卡尔加里看医生 以确定他是否患有癌症 目前 印度天天创下每日新增病例的 最高全球记录 继周五报道的 414,188例最新感染病例后 今天再确认了另外 401,000例新增病例 印度已连续三天 每天新增超过40万例 夏尔满本人也自己也称 印度形势非常严峻 没有迹象表明情况会有所好转 他希望加拿大像美国一样 在飞行禁令期间允许公民返回 他愿意接受任何检测和隔离 他说 除了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我看不到其他国家像这样 抛弃公民和永久居民 加拿大全球事务发言人 龚森则表示 自2020年3月起 加拿大就建议旅客 避免不必要的旅行 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各国政府 以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 应对新冠疫情的健康和安全 加拿大政府也强烈建议 所有旅客遵循加拿大政府的官方旅行建议 以确保人身安全 目前5月22日是夏尔玛及其家人 可以最早返回加拿大的日期 但预计 如果印度的局势没有改善 则禁非令依然会延长 他说 目前印度人以及加拿大政府都抛弃了我们 感觉真不好 对这种说法 加国网友就不乐意了 3月回印度 最后全家都跟着回去了 还一直计划留到5月 感觉是参加完一个葬礼 全家才度一个假期 想想加拿大葬礼 只允许10至20人参加 你自己选择回去 就要做好发生一切后果的准备 你自己选择飞到另一个国家 为什么是政府的错呢 这些人真是有趣 一有事就说政府错了 去年疫情开始时 一名男子在多伦多市一辆巴士上 对一名戴口罩的中国女学生 狂发种族歧视言论 目前这名男子被判4个月的居家软禁 据680新闻报道 安省法庭法官 伯罗斯坦在神讯中 对47岁的男子迈克·薛尼斯 做出了这一判决 他指出 这一案件中身体伤害相对轻微 但对受害者造成严重影响 证据显示 去年2月的一个下午 薛尼斯登上市中心的一辆巴士时 这名来自中国的女学生坐在巴士上 正在做自己的事 这名学生戴了一个医用口罩 薛尼斯在巴士上停留了4分钟 这4分钟 他宣称自己是加拿大人 对女学生大发种族歧视会语 叫他从哪里来的回哪里去 女学生用手机开始摄像 薛尼斯因此抓住他的手臂 试图抢夺他的手机 法庭文件显示 他牢牢地抓住了手机 打了他的脸 对他发出尖叫 薛尼斯在电视播出了自己的影像后 前往自首 他于上月认罪 疫情开始以来 北美针对亚裔人士的犯罪急剧上升 许多人成为认为 中国有意释放病毒的 虚假指责的受害者 多伦多警方在最近发布的年度报告中说 多个亚裔社区的成员成为犯罪目标 从第一次犯法的薛尼斯的方面来说 他长期以来有隐蔽问题 案发时处于醉酒状态 他已经向受害学生道歉 并在接受咨询治疗 他的童年经常充满暴力和虐待 他五岁时 他的父亲杀害了他的母亲 过去八年 他的住在庇护所或者是社区公屋里 目前他已搬回了他长大的纽芬兰省 尽管薛尼斯声称自己在案发前 从无种族歧视倾向 他的医生理疗师和他的姐姐也支持这一说法 法官伯伦斯坦对此表示怀疑 他说这起案件很严重 具有种族歧视性质 不仅对这名学生 而且对其他人 尤其是亚裔社区造成影响 让他们感到更加不安全 更加没有保障 伯伦斯坦对薛尼斯做出四个月居家软禁 缓行一年的判决 并判薛尼斯从事3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面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